这样的借过方式你能接受吗 甚至被说是香精的 摸一下是要赔多少钱啊 能不崩溃吗 一名任职于基隆市信义区全家超商 19岁正妹女店员爆料 年初在上班时 则网信物流司机上下其手 趁她弯腰时 从后方做出扶腰下体磨蹭臀部的不雅动作 因事发突然 正妹店员无法立刻反应 觉得或许是对方不小心碰到 过没多久 司机载邀女店员一起到层库按道抽烟 竟然强拉女店员到她的大腿上 接着从后面环抱扣住 一边将脸贴在对方背后说 我好喜欢你 吓得正妹店员猛喊不要 还好这时女店员手机响起 她便以接电话为由哭着逃离现场 立刻打电话给其他同事求救 她目前的心情 她没有话不过这一次 所以她希望我把她划绳 我当时是在家里接到电话说 她的背信操劳后 我立马就坐舰车 然后到店里 看见日记了解一下状况 那我一了解到的当下动作 我就直接先打给店长 店长听到的反应是说 那你们现在是要报警吗 因为公司申请监视器的话 一定要店长先走路 然后由警方开出单子参与掉 那我们就先跟店员说 我已经跟着承邦官的报警 然后店长就说 好那你们报警可以 但是希望你们不要打0800 因为打0800的话 就是打到物流中心的客户 那全家这次就会对开店铺 展开表参了 我觉得你回去先冷静想一下 那就是要往第四家 而且不要把这条事闹大 我就有点不高兴的去问其他人 那之前会有一个这样子 最后正位店员还是决定打0800客宿 揭发性骚累饭 隔天相关人员及公司主管协商时 司机和司机妈妈的道歉更让人傻眼 那原刺激是边咬着槟榔 然后边道歉 我那个妈妈一直说 我儿子年纪还轻 她也是因为粗鱼喜欢她 所以才做这些动作 也是第一次这样子 希望大家给她一个机会 给她一个改过的机会 当然看着你需要什么 不想还是什么 都可以给你们 那当下我们的妹妹是很坚持 说不要 不要很紧 因为这件事让我很受伤 所以我坚持要指导 我们妹妹的家长就问了店长说 身为店长 你让飞远工人进入店铺 这点你要给我什么交代 店长沉默没有讲话 所以他物流就当场答应我们说 好 那证明司机我们就会做程序 我们录用他 原本以为事件交由法院解决 色狼也遭沉处 没想到时候竟发现 司机开着其他人名牌的货车 照常上班送货 我问他们物流的相遇中 啊那个谁不是被用服务用的吗 为什么他也可以车翻 而且他又不用吹酒车 然后他就说 没有了啊现在驱人啊 啊所以他在外面做事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那去让他去驱跑啊 他是跑别人的车 我们算起来也不算用好啊 那如果路上出车或还是喝酒上满的 那这个是算的 那才实际的 还是算他的 所以现在是 事实上对你来说是小事嘛 作为事你还是怪犯 这种人 然后你们却一句说 缺人会继续用 那带定的店长 就你从一开始 叫我们不要打人发力 你又却听起来的东西 这件事前也会有证明 他们都有听到他叫我们不要打人发力 妹妹的心情会觉得说 我很受委屈 我才是受害的 为什么 我现在不和没有臭 我睡也没办法睡好 然后就开始凝合 接着我们 你现在还可以逍遥的上班